5点30分做饭 加油初中生6点10分吃早餐 明天早餐给孩子做一个香辣鸡腿汉堡 先把鸡腿腌制上 鸡腿的腌制是很重要的 这样做出来的味道是完全不属于肯德基的 我用的是琵琶腿 这样肉厚还更筋道 冰箱冷藏腌制一夜 早上好 先把昨天晚上腌制好的鸡腿回温 翻个面 今天早餐准备做一个水果干的沙拉 先把需要的蔬菜洗一遍 沙拉菜最后一遍一定要投纯净水 土豆切成小块 锅底冒小泡冷藏蛋下锅 改中小火计时7-8分钟 上面用来蒸土豆 翻篮切成细丝备用 冷冻的汉堡胚直接放入空气炸锅 150度加热3分钟 鸡蛋捞出锅 多投几遍凉水更好脱壳 汉堡胚热好了 放入油纸 接着来烤土豆 现在加点调料腌制一下 我放了甜椒粉 黑胡椒粉 喷点油 180度烤15分钟 炸鸡腿我用这个炸鸡脆皮面糊 先把鸡腿肉两面都裹上裹粉 再把它沾湿一下 继续重复上一次的动作 就能得到这样鱼泥状的面糊 油温6成热放入炸鸡块 如果头两分钟不要动 定型之后翻面 总共炸8分钟 是不是和肯德鸡卖的一模一样 汉堡胚放上喜欢吃的生菜 挤上沙拉酱 芝士片 再放入香辣鸡腿 最后盖上汉堡胚 就完成了 没有哪个孩子能拒绝香辣鸡腿宝吧 开始摆盘 水果干辣丝生吃是甜甜的 放上点沙拉酱 再放一点坚果 煮食吃香辣鸡腿宝 煮8分钟的鸡蛋 就是这样完美的溏心状态 撒一点黑芝麻 最后放上烤土豆 早餐盘就做好了 来点燕窝花椒冻 加上一点椰子水 再来点麦片 今天水果吃这个西梅 早餐就做好了 早起孩子一般都没什么胃口 只要做这样的早餐 它保证能胃口大开 吃得饱又顶饿 以上我的学习毫无压力 妈妈更放心 toughuff 모습 agenda 鹿 虫 老 什么 或者 老 付 感谢观看